那汇入之后怎么做 第一个你会发现 他们之间其实联系的蛮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显示工作表 那里面有几个工作表 有四个工作表 包含我们最后汇成第一季 那我要的是哪一个 我要二月份的 那我就把二月的地方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的话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说 你的第一列 第一列是不是懒鱼 是 没错 所以特别是去打勾就好了 那这个好处就是 不用打 不用copy 贴上 自动会帮你产生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说 要放在哪里 那我们就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按下一步 那这个地方他会问你说 你这个里面的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叫什么 要不要修改 如果不修改的话 那就不要去动它 如果说某一栏不要的话 你就不贿赂此栏也可以 打勾之后 这一栏就不会贿赂 那我们总会有五栏 按下一步 再来的话 他要问你要不要主所以 请你选不要 不要主所以 按下一步 那名称的话叫什么呢 二月 也不用打 因为他自动会帮你抓到 按一个完成 那你会发现 按确定之后 二月就出来 打勾看到 一模一样 那再来的话 三月也是一样 请你贿赂 这个地方一样 找到桌面的这地方 三月份 那流程都一样 直接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不要主所以 下一步 完成 三月份就进来了 OK 那这里的话呢 是利用什么呢 新增费赂的部分 来做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说呢 因为他目前只支援 2003以前的版本 如果你2007 你可能要 SS2007 才有办法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